台湾船头船业中 手工制作毛刷的厂商已经不多 但新兴区船工旅长佟建良 套入这行业讲紧一杂志 与哥哥两人主要生产耐用的 猪毛马毛类刷具并坚持手工 虽然现在因为产业外移 订单大幅减少利润相对低 但兄弟两人还是决定要延续这船业的生命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这是在刷牛奶瓶用的 这是在刷酱油瓶用的 像这个小的 这个就在刷小玻璃吸管用的 卢鼠家真的拿出各种刷具 大致雨池里的水质过滤器 小到清理玻璃管的细毛刷 手工生产猪毛马毛类刷具 这些都是同理长和哥哥两人的心血借金 而当初踏入这个传统产业 直到现在将近一夹子 都是因为有个如父亲一样师傅的牵线 在民国55年跟一个老伯伯 跟着从台北来到高雄 然后我们刚开始我们就两个人 在南部这边骑着脚踏车去找客户 从这里高雄骑到台南屏东嘉义都有骑过 找客户就跟他讲说这个刷子怎么样 介绍我们的产品 被称为毛刷厂的地方 其实就是统里长的家 接下化学冰工厂或学校实验室的订单后 就会像这样拿起铁线裁切好长度 再到机台上制作完成一把刷具 全程手工十分耐用 早期一个月 一个月譬如说有十万块的订单 现在可能两万块都还不到 这个整个这一方面区块的产业 比较没落 有一些厂商早期都外移了 外移台湾这种产业就比较少了 虽然毛刷产业没落 但秉持带两位兄弟入门的师父 传承下来的精神 以及浓厚的兄弟情 统里长一家人还是很知足 坚持要做下去 这个技术就是学到这边一辈子就做这样 称起我们两个家庭 我们的家庭就是靠那个机器在 赚钱赚钱 但那里长八戒 今年六十岁的统里长 为人忠厚老实 尽管现在做毛刷理论低 但依旧坚持要和哥哥一起延续 承起两个家的这个传统产业 港独新闻张世民 下小新采访报导